炖排骨时直接焯水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排骨鲜嫩多汁 不行也不柴 往排骨里加入一点白醋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排骨 白醋能够软化肉质 可以让排骨的肉质变得更加软嫩 把排骨放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每天都在费勤忘食 呕心沥血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给它冲洗干净 接着把排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和料酒 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把煮出的血沫撇出去 这些血沫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 把这些血沫用勺子撇出去 排骨就没有腥味了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接着再拿出这个松茸菌汤包 男人一定要懂得心疼自己的老婆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老婆炖几次排骨汤 还会喂他喝 把松茸菌汤包放入温水里浸泡20分钟 泡好之后换水清洗干净 和排骨一块放入砂锅 放入红枣和葱姜 炖排骨汤 要想让汤更好喝 一定要加入冷水 加入适量的冷水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再放入几滴枸杞 加适量的食盐调味 然后盖上盖子再炖五分钟 时间到了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即成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鲜嫩多汁 不行也不柴 汤也是非常的鲜美好喝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